但如果是我本人來跟你說 它就是皮膚界的Airways好不好 你一時差下去你整個毛孔暢通無座 那15天呢我直接就是放筆對給你們看 第15天呢你真心的就是 真的是走到哪 被問到哪 Hi 我是Opera 今天這個影片呢沒錯是合作影片 但是如果你們因此有錯過 你真的是遺憾終身 今天這個影片呢是感謝寶拉征選 登登登登登 如果你平常有在看我的影片 你有在追蹤我的Instagram 或是你看我的Youtube 已經差不多已經有個半年以上的人 你就會知道這個時刻對我來說 是有多麼的重要 因為寶拉征選是我第一次 接到的一個合作 是我自己本身長期就在使用的商品 然後他們找我合作 我真的是除了講合得合得以外 激進是要在角落裡面有一點擦淚 因為太感動了 這次要合作商品呢是寶拉征選的 2%水羊酸精華液 這一罐呢為什麼會有兩罐呢 一罐是廠商在寄給我的 一罐呢就是我自己本身就是買的時候 然後剩下的最後還有一點點這樣 這一罐呢我本身是已經回購了 大概有個五次左右 而且你在我各式各樣的Youtube影片都看過 寶拉征選的2%水羊酸精華 欸我剛剛說水嘛 這個東西呢以前我姊姊就是小玲 就已經跟我介紹過 390度給你們看一下這個亮度 我覺得它真的讓我的皮膚亮到一個不行 真的是亮 就很像是真的有人 就是SpaLine內建在你的額頭裡面 這樣噔噔噔 這樣打打打 然後你在我的instagram的現實動態 或是我跟網友的互動上 或是我自己用手繪貼圖 你都看過 然後我在facebook上也有分享過 我讓我還有分享到很多什麼美妝公社什麼 那個時候就是很熱衷畫畫的時候 那這個東西呢 對我來說呢 它就是一個夏天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是毛孔神仙 你很愛出油 你皮膚很愛長一些有的沒的小粉絲 讓你的皮膚摸起來很不光滑很不急流的話呢 孩子們這個試用影片一定要看下去好不好 一開始我是被表姐燒到才去買這個商品 然後我才發現說 欸2%水羊酸有白瓶跟藍瓶 然後我還有問他們小編說 請問白瓶跟藍瓶的差別是什麼 後來我自己上網查呢 就發現呢 藍瓶它可能比較偏是化妝水質地 可能推薦中性到有性肌的 那白瓶呢 就推薦是像我這種就是毛孔神仙 然後混合偏有到有性肌膚的人適用 那我這邊呢 還是要放一個公告就是 畢竟它是有酸類成分 如果你現在是一個 OK 你是青少年 或是你真的是皮膚這陣子 突然爆出一個超多痘痘 很多過敏現象的話呢 建議大家第一個步驟 還是先去找皮膚科醫生 把自己的皮膚完整了解之後呢 再來選用你的保養品囉 我這次就是實測了 第一天到第15天的就是前後比對 如果你對這實測有興趣 想知道我對它到底有什麼感想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OK 首先呢 我們就是要從第一天開始看起 但是我會稍微快轉 畢竟一直給你們看 第一天到第15天的早晚使用 好像也就是太無聊這樣 這一罐我用的時候 真的超級無敵開心 因為我每次每次的用它 大家都會問我說 為什麼你的臉這麼亮 我跟你們說沒有別的 就是寶拉 徵選2% 為什麼可以讓我回購 五罐六罐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 首先呢 它雖然它的名字叫做 2%水洋酸精華液 但其實它的英文呢 是叫做 Skin Perfecting 2% BHA Liquid Exfoliate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去角質的商品 然後它含有是衛生局 規公告最高濃度2%的水洋酸 所以其實呢 它是一個去角質 幫你代謝老肺角質的一個產品 所以你看我的影片 其實我都是滴在化妝棉上面 然後濕擦在我的臉上 但是這個廠商有特別提醒我說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去角質的產品 所以建議不要用畫圓的方式 這樣可能會過度去角質 所以如果你是一開始使用的人呢 我會建議你大概兩天三天左右 在你的臉上稍微試試看 尤其是你是沒有用過酸類的人 就是真的要讓你的皮膚稍微適應 那我自己一開始買的時候 就是非常勇敢 每天晚上都有 然後每天晚上用下來 我發現也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呢 到大概第五天的時候 我就會超級無敵的有感 就是我的皮膚再發亮 尤其是我的額頭這個表面的部分 它整個就是一個光滑到 很像是你皮膚非常非常無敵健康的那種亮的程度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 欸 這一罐怎麼看 感覺很厲害 然後到中段期 再到第十天的時候 你就會很有感的 覺得你的皮膚的毛孔變小一點點 也不是真的是可能從這麼大變這麼小 有很有感的緊緻的感覺 可是又不會讓你的皮膚覺得超級無敵的 不舒服 這就是它厲害的地方 然後我還要再強調說 因為它畢竟是酸類成分 所以你在使用它之後 一定要非常的認真的保養你的肌膚 就是保濕一定要做足 因為畢竟你剛幫你的皮膚去角質 所以事後的保濕一定要做好 你的皮膚整個才會是完整的就是 哦 這樣子 完整的一套的模式好不好 然後到十五天呢 我直接就是放比對給你們看 第十五天呢 你真心的就是真的是走到哪 被問到哪 我真的是 Instagram一PO 你們下面滿滿留言都說 為什麼Opera的眼變這麼亮 為什麼你的皮膚感覺變這麼好 你到底是用了什麼 然後超多網友有猜對說 我是在用保拉整選 那這一罐擠出來它其實偏水 所以呢 我會建議大家一定要用化妝棉 去濕擦在你的問題部位 我會真的推薦是混合肌到有性肌 然後你本身是覺得 你自認自己也是毛孔神仙 跟我一樣 然後你覺得你的鼻頭粉刺還蠻多的 然後你覺得你的下巴 額頭有時候摸起來會有一點點粗糙的人 真的給這一瓶一個機會 這一瓶我會用五六罐 真的是沒有別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非常的有感 它有感到是讓你真的是覺得 好有感的感覺 所以我現在是每次 只要我額頭發光的時候 那我都會說 你是不是又用保拉整選 That's right 沒有錯 我就是用保拉整選 而且那天我姐來幫我拍照的時候 還說你那個臉的油要不要擦一擦 Excuse me 這不是油好不好 就是亮 就是真的是光澤 很像是行走式的disco ball 你們知道嗎 其實第一天我也不覺得 自己的皮膚有到多差 只是就真的是 很久沒有用保拉整選這一瓶 我就會覺得皮膚沒有這麼亮 責感 因為保拉整選這一瓶 給你的皮膚的亮 跟你皮膚的光滑度 跟皮膚的緊緻度 還有毛孔神仙 可以暫時被放在旁邊的這一個稱號 是真的非常的偉大 第15天 你應該就可以非常明確感受到我的毛孔神仙 這個稱號 你們現在真的暫時不能叫我 哈哈哈 然後再來就是呢 皮膚摸起來真的是比較滑溜 那個平滑感是差超級多 但我還是要說必鎖型的粉刺呢 可能就是要求助於那個皮膚科醫生 或是醫美 或是甚至去做臉 但是基本上這個呢 對於除鼻頭粉刺呢 還有就是毛孔的那個 縮起來的程度呢 是真的還蠻厲害的 其實你包括現在看我的臉啊 我現在上妝真的都比較方便 是因為我皮膚光滑 真的平滑很多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這個平滑度 我自己都非常的滿意 然後如果是以他們新聞稿的說法呢 他們就會說 喔 保拉整選2%這一瓶可以通上你的毛孔 讓你的油脂呢 不會堵塞在你的毛孔裡面 然後可以預防痘痘的產生 但如果是我本人來跟你說 他就是皮膚界的Airways好不好 你一濕擦下去 你整個毛孔暢通無助 真的就是緊緻 縮起來 然後平滑到不行 好不好孩子們 如果你想要讓你的毛孔神仙 這個稱號先暫時的被割在一旁 然後你想要讓你的上妝更方便 皮膚更緊緻 滑亮到一個不行 發光被人家問DiscoPost行走在天涯的話呢 真的夏天推薦你們用2%保拉整選水氧酸 這真的是我的愛物 我真的是用盡生命的跟你們推薦 但當然還是要有一個前提就是 先好好的讓皮膚試 可能就兩三頭用一次 其實也是會有感覺的 這樣好不好 再說一次皮膚有問題呢 第一步就先去找皮膚科醫生 再來如果對自己的皮膚是稍微有一點了解 只是想要讓他改善變精進 變更好再上一層樓的話呢 保拉整選是你的好選擇喔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他們的粉絲桶我會放在下面 然後他們的Instagram小編你們也可以去詢問他 好不好 保拉整選2%買起來 掰掰